新闻大事件的观众朋友好 今天是2024年3月28号星期四 我是王静怡 首先再次提醒朋友们 我们节目一周播出两档 另外一集在周日中午的12点播出 请大家多多支持帮忙转发 在此再一次感谢观众许先生 给我们周日节目的捐款 还有朋友的点赞和支持 上一集节目观众留言说 推翻共产党推翻习近平的帖子 有大量的观众表示赞同 另外一条留言表示 台湾执政民进党和护台人士 一定要加强对中共反宣传反任职战 并且主动出击 不仅有大量的观众对此表示赞同 并且回帖讨论 还有不少观众认同 亲共人士做中共内应 是一个很恼人的问题 另外针对应该立即培训 台湾的后备军人 以及民间力量的帖子 表示认同的观众也有很多 感谢朋友们的留言互动 这对于我们节目的推发 有很大的帮助 感谢大家 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中东地区 以哈战局的情势 长期以来 美国一直是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和盟友 但是本周一 两国之间出现了裂痕 3月25号 针对联合国安理会 呼吁加沙立即停火 无条件释放所有人质的议案 美国罕见的没有动用否决权 而是投了弃权票 这导致决议通过 因为其他14票都投赞成票 决议表示 现在以色列有义务 在接下来的15天之内 停止军事行动 这也是穆斯林摘月的剩余时间 报道说 上述决议的内容 仅对以色列具有法律约束 对于哈马斯分子没有 因为这个巴勒斯坦恐怖组织 并不是一个国家 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吉拉德·埃尔丹 批评案例会通过了 这项呼吁停火的措施 没有以释放人质为条件 外交部长卡茨在X平台发帖说 以色列不会停火 我们将摧毁哈马斯 直到最后一批被绑架者返回家园 去年10月7号 哈马斯分子发动恐怖袭击之后 截至目前被劫持的以色列人质当中 仍然至少有130人下落不明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谴责美国不使用否决权 他表示 这损害了以色列解救 哈马斯劫持的人质的努力 一段时间以来 内塔尼亚胡表示 以色列始终遵守国际战争法 此外 内塔尼亚胡取消了原定的 以色列国家安全顾问 扎奇·哈内格比 与战争内格成员 内塔尼亚胡的亲密顾问 罗恩·德默 在周一晚间前往华盛顿 讨论进攻和美国的替代方案的行程 对此 美国国家安全发言人 科比表示 非常失望 他说 以色列官员不来华盛顿 就不能让美方 跟他们就在拉法实施行动的 可替代方案 进行充分的对话 过去一段时间里 联合国对于以色列 阻挠人道主义援助加沙的指责 充满争议 以色列不断地释出当地真实情况的相关证据 也指联合国没能执行援助分发的工作 根据公开资料 2007年 哈马斯控制加沙之后 大多数巴勒斯坦的当地居民 很大程度上依赖国际援助 依联合国的数据 这影响到了大约80%的当地人口 尤其是年轻人口的贫困 以及缺乏前景和机会的现状 让哈马斯恐怖分子 能够不断地得到支持和帮助 另外一方面 根据CNN分析师巴拉克·拉维德 对最近一轮在卡达首都多哈谈判的报道 受到以色列民众上街抗议 要求立即释放被绑架人质的压力 内塔尼亚胡同意了 美国关于囚犯和人质交易的提议 该协议可能释放700名巴勒斯坦囚犯 这其中100人因杀害以色列国民 而被判处无期徒刑 以此来换取哈马斯释放扣押的 加杀的40名以色列人 但是哈马斯说 除了释放以色列监狱中的巴勒斯坦囚犯之外 还有更多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据报道 哈马斯高层内伊姆宣称 对我们来说 谈判不仅围绕囚犯交换的协议 事实上 以色列曾经以一名以色列人质换取百名 甚至更多数量的哈马斯囚犯作为交换 显然并没有阻止哈马斯恐怖组织 停止对以色列的屠杀攻击 由于目前还有许多细节 没有办法一一呈现 后续我们将会进一步的 对中东以哈战争的事态发展 做更进一步的详细报道 好的 那么这一集新闻大事件 我们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刚结束的 在北京召开的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4年年会 中共非常的重视这一次年会 舆论认为 当局最高层正在大力的推行一项计划 由习近平首先发明提出的一个词 新制生产力 所谓新制生产力 是一个计划的新口号 被认为要以词解决中国经济停滞不前的问题 并且想办法消除数十年以来 累积的中国房地产泡沫所带来的危害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开幕演讲当中宣称 中国将加快发展新制生产力 并且以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 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合作共赢的机会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弓胜在会上称 将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还宣称房地产市场出现了正面讯号等等 他们向与会外企高管的喊话 会有效果吗 尤其一些重磅企业的首席执行官 提前搭乘私人飞机离开了 据传是习近平惹的祸 这是怎么回事呢 另外一方面 我们从这一次的会议 可以窥见中国经济的后续发展 被当局强调的新词 所谓的新制生产力又到底是什么呢 为什么提出来会有什么成效吗 此外 一向支持中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AMF组织总裁 在论坛会议上酸了一下中共 说中国需要透过重塑自我的经济政策走出危机 他还说了什么 专家们怎么观察上述的情况 对于未来的发展又值什么样的观点呢 请看接下来的报道 综合媒体的报道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4年年会在北京召开 由中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 以持续发展的中国为主题 国务院总理李强宣称 这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状况的客观描述 也体现各界对中国经济 行稳 致远 高质量发展的关注和期许 此前为吸引外资 他曾经多次向外国商界领袖喊话 释放中国在积极开放的信息 3月24号 李强在论坛的开幕式上讲话 称过去一年我们顶住外部压力 克服内部困难 完成了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任务 面对国际环境的严峻挑战 国内的总体数据下滑的情况 李强称 中国经济回升向好的态势持续增强 基本面没有改变 经济韧性强 长期向好 将着力于扩大国内的需求 李强总理希望能处理两个问题 一个是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 第二个是给经济增长找出新的动能 因为内需的不足会让房地产的问题恶化 让失业的问题恶化 也让地方的财政收入恶化 所以当务之急是要找出经济增长动能 然后提振内需 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嘉隆向本台分析 李强的这文化基本的目的是希望留住外资 把外资找回来 同时能够透过外资 以及透过出口 给目前的中国经济找出新的动能 至少短期之内能够把经济心稳住 所以外资显然是当前的重点 习近平还希望跟西方的这些大咖高管 能够多做接触 透过这样的公关 希望能够跟西方国家交好 重新恢复比较活泼的 比较有良性互动的美中关系 要给中国经济找到解决办法 肯定少不了要重建美中关系 这个也是这一次北京论坛的一个重头戏 争取华尔街戏股 美国企业界的合作 李强还强调称 中国将加快发展 新制生产力 李强最后喊话称 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 必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合作共赢的机遇 第二天 25日 有一个中国持续发展的机遇与国际合作专题讨论会 吴强龙分析 现在的局面已经改变 对外资来讲 现在中共当局有很多的行政干预 政策红利也没有了 与此同时 习近平当局要提高中国的大国地位 跟美国平起平坐 争取在国际上的话语权等等 对美国来讲 这个是国际秩序现状的一个威胁者或破坏者 他不遵守规则 不遵守协议 不遵守承诺 中国自己内部经济出问题之后 从以前的钢铁 到后来像现在的电动车 都出现这样的问题 国内产能过剩 然后就对外倾销 就会产生贸易摩擦 就会造成对外关系的紧张 所以中国现在不是在对全球经济做贡献 而其实是在把自身内部的经济问题 尤其像通缩这样的问题出口到外面去 所以现在不能再去期待 中国经济能够拉动全球经济 许多跨国公司负责人表示 对中共的各项承诺感到疲倦 因为当局的许多承诺并没有真正的实践 相反 中共强化国家安全 导致中国的经商环境更加的恶劣 吴嘉隆分析 中国经济必须针对经济的实际问题 做出重大的改革调整 首先要对民营企业有更大的保护 而不是用国进民退 用国家监控 比如国家安全法 反间谍法 保密法 这些对民营企业家来讲 是一种收割打压的心态 不能鼓励民营企业放心投资 现在外商要离开 也存在这些原因 整个经商环境被破坏了 现在内需不足 你要发展新的经济增长动能 你要让民间企业来推动创新承担风险 有这个方向就知道怎么去配套 它根本的问题要面对跟解决 而不是一直唱好中国经济 新制生产力这个词 是习近平2023年9月首次提出 中共党红媒体援引习近平的话讲 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 引领发展战略性新新产业和未来产业 加快形成新制生产力 今年中共的两会刚结束 中共就开始热炒新制生产力这一名词 本月13日 李强在北京调研时还称 发展新制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的着力点 台大经济系教授樊家中表示 事实上经济学从来没有 新制生产力这个词 这时候 中共当局提出新制生产力 其实就是代表旧的生产力不工作了 樊教授向本台分析 长期持续性的 经济发展一定伴随着劳动生产力持续 跟长期不断的提高 要达到这个成效 基本必须资本要增加 以及技术要不断的革新跟变革 目前中国传统的生产力遇到瓶颈不灵了 樊家中指出 资金不灵是因为外资不断的撤出 技术方面 过去是靠大量的抄袭跟偷窃 现在由于西方的技术封锁 抄袭跟偷窃的机会减少了 所以两项过去主要的力量 现在都不灵了 提出新式生产力 就是中共当局要走另外一条路 想用政府的力量 打造出一个中国版的硅谷 中共就想要仿造那个引擎 还是要用传统大药金的思维 去用政府的力量 集中力量办大事 看能不能够打造出一个创新基地 今天美国的矽谷之所以这么成功 正是因为它是市场导向发展出来的结果 它是自由经济的产物 而中共现在是想说我要反其道而行 我要用人定胜天这种思维 去创造出一个人造的矽谷 这当然是远目求鱼 不太可能的事情 另外还有一个 其实它是在为中美脱购在做准备 是在为中国内循环来做准备 因为中美脱购的趋势 看起来不会改变 而且会越来越强化这样的一个方向 尤其假设川普在年底如果回归 川普已经说了要对中国出口病 可证60%的关税 这样的话 那中国资金的撤出会越来越严重 事实上 2022年12月份 中共当局对COVID疫情严格的防疫风控政策 突然开放之后 外资企业 包括不少的中国企业 纷纷加速从中国大陆各地移除中国 基本上这次会议对于一些外资已经失去了吸引力 李强虽然出席了论坛 但是不会另外和这些商界人士会面 从2000年开始 每年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在传统上是全球企业执行长和中国决策者面对面沟通的重要机会 最重要的环节之一是国务院总理和企业代表们的会谈 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过去这种讨论 今年被取消了 并且当局没有做出任何的解释 这导致一些首席执行长放弃了25号的活动 前一天晚上就搭乘四人飞机离开了 一个未经核实的消息说 习近平对于此事十分的震怒 稍早就有报道说 27日习近平将和出席这次论坛的美国商界领袖会晤 当时的消息是说 预会者名单仍然在敲定之中 显然提前离开的首席执行长可能不知道将有这次会晤 或者是不愿意和习近平会面 另据中共官媒的报道 27日周三上午 习近平集体会见了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 美国黑市集团首席执行官斯蒂芬·施瓦茨曼 联邦快递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拉吉·苏布·拉马尼·亚姆 高通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蒂亚诺·阿蒙等18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持续了约90分钟 一名消息人士称 这次会议是由美国安达保险行政总裁格林伯格提出 这次会谈并非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一部分 举行日期刻意跟论坛分开 舆论认为这次会议显示 李强的地位再次被习近平削弱 去年3月份的上旬 李强接任国务院总理之后 3月底就和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 国外商界领袖会面 稍早 今年中共两会 李强的总理记者会也被取消 非天大学人文与科学系副教授张天亮博士 在天亮时分节目中分析 习近平本人有多大魅力实在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或许习近平是想亲自出马 展开魅力公式 想显示出他对于挽留外资的重视 但是其实习近平在这个时候缺席 反而会给外资留下更好的印象 很多中国人我觉得是不明白西方人的思维方式 我们觉得一件事情能办成是因为领导人的重视 而西方人觉得一件事情能办成是交给专业的人士来做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思维的误区 像王岐山那时候是国家副主席 就出席葬礼 所以韩正基本上来说就是这么一个角色 你让他去跟那些CEO谈 他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还有蔡奇 蔡奇明明是抓宣传的 抓意识形态的 抓的是学习习近平思想的 你跟这个黑石的CEO到底有什么好谈的 让总理去处理这些事是最好 因为你打破惯例的话 等于是增加了很多的不确定性 就像我刚才讲的 按照西方人的思维方式的话 其实是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 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另外一方面 中国央行行长潘弓胜出席论坛 发言时谈及大陆经济形势和货币政策 金融稳定以及金融开放与国际合作时宣称 大陆经济有能力实现全年5%的预期成长目标 近年以来货币政策加强逆周期调节力度 政策效果持续显现 未来仍有充足的政策空间及丰富的工具储备 潘弓胜还称人民银行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强化逆周期调节力度把维护价格稳定 推动价格温和回升作为把握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 继续为经济回升好转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又宣称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了一些正面的讯号 房地产市场波动对金融体系影响有限 吴嘉隆分析 现在政府任何推出来的新的措施 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 如果市场对你这些说法做法没有信心 那么资金会持续外流 最底层的问题是信心 你强也好 攀工胜也好 还是习近平自己的发言 完全要看市场买不买单 听说有一些高管没有跟习近平见面 就直接离开了 就走了 看起来这些措施好像还没有赢回信心 没有化解信心危机 樊家中分析 潘工胜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 其实是保守的货币政策 意思是说 在未来一段时间 他不会大幅度的增加货币供给 采取非常强大的货币扩张政策 去刺激中国的经济 主要是因为人民币贬值会导致资本 会进一步的流出中国 因为一旦人民币有贬值趋势 而且大幅度的贬值就进一步的加深 目前已经很严重的资本流出的严重程度 所以潘工胜的发言其实证实了这一点 他其实不愿意采取大幅度的扩张货币政策 那另外即使他想要这么做 其实对中国目前实体经济的影响也很小 因为现在中国经济陷入了所谓的流动性陷阱 你把钱砸到经济体里面去 不管是给企业还是给一般的加户 事实上是不会有刺激投资跟消费的效果 因为大家目前对未来的期待都非常悲观 所以为什么中国有货币通缩的问题 就是这一点 这就是总体经济在面临困境的时候 流动性陷阱会使得货币政策失效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目前看起来就是说 它要降低货币政策操纵的可能性 去维持比如说资本不要流出 要去维持固定汇率 去维持这两项 而一定程度的放弃了宽松货币政策的可能性 就是这个原因 针对潘工胜所为观察到 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正面讯号 樊家中指出 目前没有看到任何的正面讯号 要信心喊话了 几个重要指数 全国房地产开发业综合景气 最新的指数2月92.13 这是破过去可见历史的新低 那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量 也是创近年的新低 回到了2015年的水准 那房地产的新开工面积 2月最新的数值 去年下降了30% 而且是连续三年下降 都看不出正面讯号 中国经济距离落底 还有非常遥远的路 中国经济下行 很可能只是刚开始的阶段而已 先强调一点 就是中国最近这几年的经济下行 不是普通的景气循环 不是那种景气循环 几年会下行 几年会景气扩张 这样的循环 它事实上是一个结构性的改变 就是中国过去的成长模式 已经是停了 这些成长的引擎都消失 都熄灭了之后 新的成长引擎实际上不知道在哪里的 根据过去的经验 过去08年 美国的金融风暴 还有日本在80年代的 这个房地产泡沫之后的影响来看 这一波的影响会非常非常久 而且非常深远 另外一方面 据路透社报道 3月24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 克里斯塔·利娜·乔治埃娃 在中国高级官员和跨国公司高管 参加的一次会议上表示 中国需要透过重塑自我的经济政策 以加快解决房地产市场的危机 提振国内消费和生产力 他指出中国面临一个交叉口 要依靠过去一贯的政策 还是重塑自我 进入一个高品质成长的新时代 中共官员在开幕式上的发言 包括承诺进一步的支持 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行业的企业 习近平称之新的领域 但是这些承诺并没有达到 IMF敦促的更彻底的改革 乔治埃娃表示 IMF的一份分析显示 更加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政策组合 可能在未来15年 为中国经济增加3.5兆美元 要做到这一点 中国需要采取果断措施 完成因破产开发商 而搁置的未完工住房 并且降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高品质成长的关键特征 是更加依赖国内消费 这样做取决于提高个人 和家庭的消费能力 反家中分析 过去中共透过对联合国的渗透跟操控 事实上 IMF这个联合国组织 深受中共影响跟控制 过去常常扮演给中共涂脂抹粉的工作 其实乔治艾瓦的整个发言 很多是帮中共说话 但是这一次也有高级酸中共的地方 他指出了一个点就是 中国应该要进行市场导向的改革 他意思是说你进行轻市场改革 而不要搞什么薪质生产力这种东西 你会更快 现在用政府的这个主导的力量 去发展产业 去进行什么薪质生产力 不是好方法 然后要实施高成长 要更加依赖国内的消费 你讲的容易啊 中国的消费就是起不来啊 中国政府就是不愿意做这件事情 他就是不减税 第二个不发纾困这种资金 直接给家户或企业或民营企业 根本不是他关切的重点 重点是所有资源都掌握在政府的手里 去做他的重点工作 就是维稳至上的思维 哪里有火 哪里严重了 他就去灭火 股市狂跌 他就救股市 房地产这个倒闭太严重了 他就去救一下 然后用长债换短债 他其实完全慌了手脚 他根本没有什么有效政策可以做 据报道 中共官员一直在加大吸引投资者的力度 但是许多公司一直在为去风险 而将供应链和业务移出中国 据上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前两个月流入中国的外国投资 减少了近20% 去年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萎缩了8% 反映出经济复苏不稳定 以及中国与美国和其他盟国在一系列异地上的紧张关系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观众朋友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持续锁定新闻大事件节目 也请多多留言发表您的观点 别忘了给我们点赞转发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会 谢谢您的观看